Hello,大家好,我是大脸猫猫姐,欢迎大家来到我的油管频道,我们今天看一下为大家带来了什么样新的知识。 但Alphabet和亚马逊全线业务覆盖范围更为广泛,而且都在不断将触角伸向新的领域,这些新的增长点可能会使Alphabet、亚马逊股价爆发,令他们一跃成为市值万亿美元关口的撞陷者。 以下为文章内容概要,苹果优势,在美股市场上的超级科技股当中,苹果公司的市值最接近1万亿美元的市值,不过分析师认为, 如果硬件、软件、云服务、媒体、零售和其他力量共同作用,能够将公司市值推得更高的话,Alphabet和亚马逊都有可能成为首个市值突破万亿美元关口的撞陷者。 当前苹果市值刚刚接近8050亿美元,需要25%的增长才能达到万亿美元。 加拿大皇家银行RBC Capital Macroats的分析师阿米克·达里·亚纳尼·艾米·德里·亚纳尼在本周制客户的一份投资报告中写道, 减税政策可能会使苹果公司市值接近万亿美元大关。 该分析师认为,如果美国政府和国会能够降低联邦税率,并对海外现金遣返回媒给予税收优惠,以及采取其他措施, 苹果公司的收益可能会提升4-4,5美元。 该分析师给予苹果目标股价是180美元,这一价格较苹果上周二收盘价,155-90美元高出15%以上。 股价爆发器,当前谷歌母公司Alphabet的市值为6780亿美元。 然而,市场研究机构杰富瑞集团Jeffries的分析师布伦克希尔Brand Thiel在最近的一份报告中表示, 该公司在赢得1万亿美元市值竞争中处于适当的位置,希尔给予谷歌股票的目标价格是1200美元, 比周二该股收盘价92-60美元高出了23%以上。 希尔表示,谷歌搜索和YouTube仍有增长机会,而谷歌硬件产品组合业务呈现逐步增长,其在人工智能和云业务方面的实力日益增长,这些业务可能会使其市值超过苹果。 在10月4日的产品发布会上,谷歌发布了一系列硬件和软件更新。 希尔称,在我们看来,这些为谷歌带来了竞争优势,因为谷歌现在是世界上能够提供整套复杂产品的为数不多的公司之一。 苹果可能是另外的一家,谷歌新发布的产品阵容包括了Pixel 2手机、Chromebook笔记本电脑、谷歌家庭智能扬声器和Nest Home设备等。 他表示,谷歌助理的语音识别功能本身就十分强大,而谷歌Lens Visual搜索和谷歌翻译使这些产品功能更为强大,这些都给Alphabet带来了优势。 此外,希尔还补充说,如果谷歌公司提供更多关于业务表现细节的话,谷歌云平台可能会成为推动股票增长的爆发器。 这位分析师指出,自从亚马逊和微软开始披露更多有关奇云业务的信息后,两家公司的股价分别上涨了150%和50%,亚马逊在2015年公布了奇云计算的业绩表现。 微软没有完全公布其Azure云服务的结果,但提供的相关信息比谷歌要多些。 希尔预计,到2018年,谷歌云平台的市场份额将从2016年的6%增长到13%,而微软Azure的份额将从18%增长到19%,但亚马逊的AWS市场份额可能会从77%下降到68%. 纽约大学斯科恩商学院教授斯科特·加洛维·斯卡特·加洛维最近表示,亚马逊将成为第一家市值突破1万亿美元的公司。 他认为,在与苹果、Alphabet以及Facebook展开竞争过程中,凡是目前亚马逊接触的领域,该公司正处于赢家位置。 不过截至目前,亚马逊公司市值还不到万亿美元规模的一半,按上周二收盘价98720美元计,亚马逊市值约为4730亿美元,未来亚马逊会通过收购战略来实现增长。 加洛维表示,即收购全市超市Whole Foods后,亚马逊可能紧接着将收购美国高档连锁百货店諾德斯特隆 Nordstrom,同时还会考虑发起对美国漫画行尸走肉The Walking Dead的母公司AMC Networks的并购。